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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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父親 羊 母親 肚子 身體這麼壯還要三喊幾步 用鋼架爭拐包 不是,那你叫做做,我都差一公斤了,我都差一公斤了。 你叫做做做做,我赶快拿。 你放去你放去,我有,我都差一公斤了。 我就,那我就,我都差一公斤了。 就轻了。 我还,你还在这里呢。 就两排啦,这样两排,你从那边上,这样子比较顺。 新派,新派加新派。 中文字幕提供 工作太慢了 等一下 空太多了 為什麼先百萬 空太多了 來 來了 好 剩下一包 完畢 好 來了 結束 哇 光光光光光 來 我去拿 我去拿 我去拿那個 我去拿 我去拿 家暴服務二十三年的工作經驗 我常常告訴我自己 我要比他們更勇敢 我要在宜蘭縣 見葬一處 讓家暴受害者 免於驚慌恐懼的針放 二十年前的我 我只是一個高中畢業的加入主婦 我的先生開牛排晚 而我每天只是為了等著生小孩 弄得自己像個病人 我開始跟菩薩抱怨 給我智慧 我願意從事公益服務 於是我積極參與 宜蘭縣 機構義賣 還有青少馬路 社會處的長官告訴我 有一個地方 需要被幫忙 只要你去坐會台 聽電話 開車 陪他們去醫院 很簡單的 令我驚嚇的是 家暴庇護近視生死一瞬間 當時並沒有家庭保育防治吧 社工跟警察要忙著應對嫁害人 因為嫁害人常來安置叫囂 我則呢 要負責帶著受害者跟他的小孩 爬上五樓跨越動具 打電話給補習班老闆 救我們出去 我就狂奔式的帶著他們 到火車站 附送他們離去 另外的 我為了要幫助一個婦女去開庭 我找了十個好朋友 好姐妹 壯膽 陪著婦女跟小孩去開庭 化學了親友團 在體外搶小孩的衝突 也因為此 民國87年 我請我的同學 還有我的家人 幫助我捐資成益的 藍心忽佑中心 我積極的向社會處爭取 在羅東設置零食住所 還有 我呢 還毛遂自見 打電話給社區理事長 還有總幹事 我要去跟社區的軍民宣告 為什麼我們需要家庭暴力防治法 還有暴力運動人 淳補的鄉親們都告訴我 沒有這回事啦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 也沒有看過 更令我好奇的是 這些離婚的婦女 他們離了婚 都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於是 我就利用孩子睡覺的時間 寫了一個 連續三年的 單親家庭訪問計畫 我訓練了一批熱血志工 跟我一起去訪問十個鄉鎮 當然 這個計畫 我被退了很多次才成功 民國89年 暗治中心住進來了 許多的新住民 我又立馬打電話給越南辦事處的主任 我問他說 越南政府為什麼不管制相親結婚 姐妹們在宜蘭生活好辛苦 做這麼多事 時間的管理對我非常的重要 幸運的 我的先生認為我開心快樂就好 我都跟他說 我只是去參加加政班 媽媽教室 每天電話越來越多 兒子總在我講電話的聲音當中 他就睡著了 開會的時候 我都比別人長到 因為我把孩子放在辦公桌底下 會議桌底下 我給他筆蓋給他玩具 菩薩應該有告訴他 要學習當天長 更幸運的是 我的婆婆 她要我出去參加社會服務 不要在家裡當主婦 我的媽媽聽到我要蓋房子 給我一塊地 這種家庭力量簡直讓我無法回頭的 往前衝 到了最高點 我把我新建的房子 全部提供給蘭星當公務使用 直到兒子15歲 我才覺醒 我怎麼沒有想到 我兒子也需要一個家 生命中的第一個轉折 20年的家暴服務 徹底讓我幸福 沒有讀書 萬萬不能 我感謝幸福還有保護師 讓高中畢業的我 就能夠參與家暴的專業信念 刺激了我的學習動力 跟這種堅持的態度 是我父親從小告訴我 我能力不足做不好 我至少要把它做完 所以15年來 我奔波於血碎 我多次在5號公路上面打瞌睡 我驚嚇到自己打頭 我買貨合的也要睡 我告訴我自己 我怎麼可以睡著呢 我還擋我自己的頭 我住喔 我怎麼可以睡 不要忘了喔 我還有個案在安置中心要照顧 我兒子先生還在等我回家呢 我還問菩薩 你到底要我做什麼 社會工作為什麼還要念這麼多書呢 到了最頂點我還問了 這世間的女人啊 你要被傷害多重啊 你才甘願 為什麼 就這樣完成了我的碩士跟博士所謂 更令我難忘的是 家暴者常常被家害人擋到失能 但是他不害怕 小孩受傷 對公權力不信任 因此我要比他們更堅強 我要站在他們前面打喪氣 還有在警察局 我看到孩子們傾向有無奈 隨著母親來接受安置 一二天他們就開始尖叫跳躍 鄰居們分分打電話來抗議 然後警告我們 甚至在網頁貼留言 我們被迫要判歉 我心想我出了處 我還能夠給他們做什麼 因此我就自己畫了老董後 跟在地文化產業做結合 我登記商標著作權捐給藍星 並在一台裡的老董咖啡館 我除了提供家暴婦女 從安置開始就做就業準備 我也期待能有收入 來幫助機構的益 這個成功的幫助了 被先生打到腦震盪的小學 當時他才二十二歲 在安置中心睡了兩個月 沒有辦法回家 是因為娘家的媽媽也被家害人 痛打一分 怪這個媽媽沒把你女兒叫好 再來問咖啡館 她開始學習掃地為你 六個月後 她慢慢地恢復女士了 一年後 她終於懂得知道說 觸碰她的身體 她要把妳說過 她也來告訴我了 她跟我說 這個地方還需要照顧更多的人 她已經可以回到職場邊做了 我就跟她說 很好 她就在最後一天呢 將咖啡館的每一個杯子 每一個杯子 重新擦拭了一遍 離開前 我們相擁而起 她交代我要為妳 說勇敢走出去 是我要她做的對不對 我跟她說 這個人永遠為妳而敢 我生命當中的第二個轉折 我的父親親機梗塞在醫院 我自責自己過於安慾 躲在我父親的保護傘下生活 我連自己家人的身體情緒 我都沒有注意到 我要怎麼照顧案主的子女 於是 我再次地跟回上發願 我要以保護家暴婦女跟兒童 為中學事業 也因此 每天晚上我都到安置中心 去陪案主聊天 我關心案主的生活 我將她列為明天優先要處理的事情 兒子跟先生 當然對我排在所有剩餘的時間 也就是說 家暴婦女跟孩子的照顧 我排在第一 社工人的安全 我需要捍衛 我排第二 我五歲的孩子 因為有爸爸 還有我的婆婆媽媽可以照顧 所以排第三 家暴救援對我而言 是個責任 是個正義 五年前 我在保院擔任調節委員 有一個像對人 她叫我阿姨 我心想 我要換調節委員的 我細問之下 原來她是五年級的時候 跟著媽媽來進駐安置中心 她的信念就是 我不容許別人欺負她的母親 我想 菩薩又要我跨出服務領域 剩下目睹的人來照顧 二十年的救援經驗告訴我 創傷復原 需要長時間的支持和陪伴 我需要更長的時間 來照顧幸存者的創傷復原 陪伴社會的孩子們成長 我深刻體會到 目睹暴力修復是多數工程 每天做一點 一晃二十三年 回想那奔波與保護家暴受害者 求學還有找資源的聖略 我感謝菩薩保佑我 平安得從台北回到烏蘭 從救援到復原 這是一條無怨無悔的路 過程中有太多 需要大家諒解跟保隆 在搶救照顧受害者的安全 我常要求我的社工們 多元服務 我常常缺席於我的家庭聚會 因為我看到一個人的需要 我就埋下服務的真實 最後我要感謝菩薩 讓我擁有繼續服務的智慧跟力量 我感謝我的婆婆跟媽媽 在無數的白天跟黑夜 你們是我重要的力量 感謝我的先生 你願意讓我 就給這個社會 又先照顧那些不幸的家庭 因為有你們 我的心堅定 我變得更堅強 因此我的生命也更完整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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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一個影片 也鼓勵你 能夠走出家門 來接受服務 當然我也知道 有一些太太 她會藉由我們的活動 來接近我們 當我們在出去做宣導的時候 她會來問 那時候呢 她已經在為自己做一個安全計畫 可是呢 當你這個安全計畫做的時候 你沒有發現 你一直都是在隱忍退縮的 當你越小 暴力對你的凝聚就越大 所以到時候呢 這個暴力就變成一個巨猛 把你壓垮 對 希望你能夠走出來 然後我們一起攜手 來對抗這個暴力 那我也很感謝社會大眾對你的幫忙 我們也希望說 做這樣的一戰式的服務 你會終止暴力 然後也希望各位 嗯 你願意做這個社會服務的人 我也希望你來支持人心 做這樣的一戰式的服務 終止暴力 讓家有愛 還有 前衛的中部分會會長的 還有 南興 副佑中心的志工 跟 二零九行政協會的 餐飲這次活動的志工 大家下午好 好 好 我們協會成立到今天差不多四十四年 四年多 分享了幾十個單位 從老人 安養 養護 身臟 肢臟 兒童 中低收入戶 家股等等 只要是社會弱勢 或為社會祥而而努力的 環體 在物資上 有需求協助 協會都會秉持 物盡其用的原則 雪中送看 南興副佑中心是台灣 極少數針對 副佑全方位的一個單位 他在宜蘭地區 解決了 女性同胞 還有孩童 生活上所面臨的問題 等等 雖然在我們男生看來 是有些是小事 可是 老實講 算是蠻嚴重的大事 這一次 南興他所開出來的 物資部分 我們協會 沒有辦法按照 中金所列的 品項 分數量全部都購買 因為 我們一部分的錢 是用到去購買他們的 HOME S品 他們的庇護工廠 所生產的一個 產品 在做另外一次的物資捐贈 行善的路 只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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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見付出 而看不見表象 獲得的一條路 而 卻能形成 無形中 或 充滿 髮喜 內心踏實 成就於生活中 難以言表的一種快樂 今天 協會的成員 出錢又出力 在這 一個 不太景氣 很好的 景氣不太好的 一個環境之下 真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 踴躍參與 最後一句話 與大家共鳴 行善不是有錢人的潛力 而是有心能的參與 謝謝 羅東原住民的印度 原住民最好 講猴子的印度 對 原住民看到猴子 他們叫做羅東 後來漢人來這邊開荒的之後 聽到原住民他們在講這個 就把它寫成 國語 勞動 因為比較像 就變成後面的羅東 所以羅東指的就是 火鍋子 我們就是把它伸直 這樣 他手掌 像這個一隻多少錢 380 這個小朋友很高興 因為他有魔鬼章 所以 放在脖子上好玩 這次不斷 一把 三百五 好 兩百五 一把 一把